《武神主宰》第五千六百六十九章 干得好事 宁母瑶清楚地知道 有五月明第三大四级大地在 哪怕他们有再多死灵 也根本无法死守下去 如今之际 只能先撤离这里 退 伴随着一道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虚空中诸多死灵纷纷退了 一个个宛若愚群一般 迅速朝着死灵国度伸出掠去 想走 留下来 五月明帝 十殿炎帝 两人眼神猙獰 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连跨前一步 大手探出 对着那宁木瑶 悍然抓涉而去 意外之邪 他们本来来这死灵国度 只是想擒拿住秦城 拷问出秦城和幽明大帝之间的一切 从秦城身上得到 逆杀神帝的传承和秘密 同时仔细查探一下 这死灵国度而已 可谁知道 在这里竟然还有能掌控死灵长河的本源在 一瞬间 两人对这死灵国度的好奇 甚至都超越了秦城本身了 以他们两人如今的修为 若是能得到这一道掌控死灵长河的本源 说不定就能踏入更高境界 成为这冥界独一无二的强者 谁不想拿 一时间 原本所有的谋划在这一刻 全都抛在了脑后 两人如今的脑海中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秦拿住宁木瑶 得到那一道死灵长河本源 沙 轰隆 五座巍峨的山峰 瞬间浮现死灵国度天际 这五座山峰巍峨浩瀚 通体漆黑 每一座山峰都耸入云天 五座山峰组合在一起 就如同一只巨大的手掌 隆隆抓射向宁木瑶 无可匹敌 这五座山峰乃是五月明帝的本命至宝 此机盖压下来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其阻拦 宛若如入无人之境 不等它落下 在这五座山峰边上 一座灰红的漆黑宫殿 同时浮现出来了 滚滚阎罗气息涌动 这一座宫殿无比巍峨 共有九层 在旋转中迅速变大 犹如从太古中飞掠而出的冥王宫殿 直接撞击在五月明帝释放出的 五月至宝之上 轰咔 两座顶级至宝碰撞 顿时发出刺耳的轰鸣之声 席卷出来的恐怖气息 将四周包围而来的冥界大帝 纷纷震飞出去 一个个面色难看 呼吸困难 诸多大帝此刻已然明白过来 五月明帝和十殿岩帝 显然是都看中了 此地的长河本源了 一旦让他们擒拿住那女子 他们这些其他冥界大帝 再想得到长河本源 定会难如登天 可哪怕知道如此 他们心中也根本不愿放弃 一个个悬浮不远处 死死盯着战场 随时准备伺机而动 当年五月明帝 十殿岩帝 幽明大帝 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四级大帝 并非是他们有多牛逼 多强大 而是在一次次的历练中 他们都争夺到了 属于自己的明界顶级至宝 如那十明王殿 如那黄泉河 若他们当年没有得到这些顶级至宝 如今的五月明帝和十殿岩帝 他们虽然修为也依旧恐怖 但绝不会达到远远凌驾 他们之上的地步 如今 这死灵长河本源 是完全不逊色黄泉河等物的至宝 面对这新一轮的机缘 他们谁愿放弃 哼 两人冷哼一声 气息愈发恐怖强势 哄哄哄 只见惊人的轰鸣响彻 虚空中 五月山峰和十明王殿剧烈碰撞 彼此碾压而下 恐怖的气息笼罩住下方宁木瑶 谁都不愿退让 啊 在这股威压下的诸多死灵 一个个惨叫着 不断燃烧起来 化为灰飞云灭 而宁木瑶身形 也像是被禁锢住了 动弹不得 瑶公主 那魁梧死灵等强者健壮 惊怒嘶吼 一个个纷纷就要冲杀上来 替他抵挡 你们别过来 全都退后 宁木瑶怒声道 同时艰难抵挡头顶上的恐怖威压 这里交给我 可你 诸多死灵心急如焚 我让你们退 都没听到吗 以你们的修为 留下来也是送死 还不快走 宁木瑶目光冰冷 一股无形的上位者气息弥漫 让魁梧死灵等人 心中猛地颤抖 是 魁梧死灵等强者 眼角含泪 多年养成的威压 让魁梧死灵几人 对宁木瑶根本不敢忤逆 一个个憋着眼泪转身 心中痛苦 走 走啊 魁梧死灵等强者 对着其他死灵凄厉吼着 身形纷纷暴退 远离此地 此刻 他们心中无不痛恨自己 一个个眼角含泪 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没用 面对如此强敌 竟是只能让姚公主 一个人来扛 刹那间 诸多死灵 纷纷顿入死灵国度深处 消失得一干二净 哼 看到这些逃走的死灵 五月明帝等明街大帝 冷哼一声 却并未出手阻拦 他们心中很清楚 想要掌控死灵长河本源 秦拿住眼前的宁木瑶才是关键 至于其他的死灵 根本微不足道 乖乖束手就擒 别再做无谓的反抗了 只要你认输投降 说清真相 投靠我等 本作或可留你一命 五月明帝 十殿炎帝 巨士冷然说道 宁木瑶眼眸冰冷道 想擒拿住我 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他抬头看着镇压下来的 五月山峰和十明王殿 寒声道 死灵杀阵 起 哄哄哄 整个死灵国度上空 一道道可怕的死灵气息浮现了 这些死灵气息疯狂流转 迅速化作一座古老的沙阵 一瞬间镇压下来 哄 死灵杀阵 与五月山峰和十明王殿 碰撞在一起 立刻爆发出来惊人轰鸣 五月山峰和十明王殿 剧烈颤抖起来 嗯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眉头一皱 此刻他们感知到 四周整个死灵国度的死气 都像是被引动了 无数死气笼罩下来 那强大的力量 就算是他们两个 也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四周无数的虚空 顷刻间被这股死灵杀阵 切割出一道道的窝口 甚至有两尊明界大帝靠得太近 躲闪不及 被那死灵杀阵触及到之后 当场惨叫一声 身躯爆开 化为无尽的名气 融入这大阵之中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其他明界大帝见状 一个个面色惊惧 急忙纷纷后退 震害看着前方 与此同时 那死灵杀阵所化的杀意 更是迅速包裹住了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 扑扑破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身上 竟是瞬间出现了一道道的血痕 流露出了触目惊心的伤口 死 看到这一幕的诸多明界大帝 无不倒吸一口冷气 这究竟是什么大阵 竟连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都受伤了 换作是他们上去 岂不是早就被这杀阵给绞杀成碎片了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感受着不断绞杀 他们身体的死灵杀意 眉头微皱 同时冷哼一声 哼 有意思 想不到在这死灵国度之中 竟还有能伤到我们的力量 在说话的同时 两人身躯同时一阵 一股后期巅峰大地级的气息 瞬间席卷而出 竟是将那死灵杀意一点点地排斥了开来 周围其他大队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瞳孔收缩 先前那暴露出来的死灵杀意极其恐怖 换作他们 怕是根本难以抵挡 可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 片刻间就稳住了气息 抵挡住了那死灵杀意 这等手段 就算是他们拼了老命 也无法做到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本作就成全你 而这时 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 已经渐渐地失去了耐心 两人操控自身至宝 同时镇压下来 突兀的 轰隆一声 一道浩瀚漆黑的长河 从虚空中疏地出现 不知何时 竟出现在了五月山峰 和十明王殿的一侧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 狠狠撞击在两人操控的至宝之上 这一条长河 巍峨无边 浩瀚澎湃 这一状之下 竟是将两大质宝状的 剧烈晃动起来 黄泉河 诸多大帝都震惊开口 眼前这漆黑长河不是别的 正是幽明大帝掌控的黄泉河 五月明帝和十点炎帝 豁然看向幽明大帝 怒声道 幽明 你这是做什么 什么做什么 幽明大帝冷笑一声 你们两个家伙的心思 别以为本地不知道 无非是想得到 这死灵国度的长河本源 而长河本源这等质宝 你们两个能抢夺 本座为什么不能抢夺 就算再怎么样 死灵长河本源这样的宝物 也都不能落入你这个 和深渊异族的勾结的家伙身上 幽明大帝冷笑连连 催动黄泉河 疯狂撞击两人施展的智宝 剧烈的轰鸣中 就听到咔嚓一声 原本被五月山峰 和十名王殿禁锢住的虚空 在黄泉河的撞击下 疏得出现了一道缝隙 被撕裂了开来 多谢了 顿 宁木窑心中大喜 连抓住机会 在这一瞬间 整个人竟是疏得融入到了 整个死灵国度的虚空之中 该死 留下 五月明帝惊怒出声 大手猛地探出 轰的一声 虚空粉碎 原本宁木窑站立的所在 疏地化为一片积粉 可宁木窑整个人 却是已然消失无踪 不见了踪迹 你干的好事 五月明帝愤怒 看着幽民大帝 有杀人之心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